作为求生界的奥运会 荒野独居第八季的难度再次升级 允许携带实践装备 食人被投放到齐尔科湖展开生存对决 恶劣的求生环境 连北极在他面前都显得温和 富饶资源吸引灰熊和美洲狮定居于此 面对肉体和灵魂的混合双打 坚持到最后的 将获得50万美元的现金奖励 本期守卫出场的选手是蒂姆 看着游艇缓缓离开 激动的他小心脏砰砰乱跳 意想到终于有机会大展拳脚 声音控制不住的哽咽 发誓绝不会辜负家人的期望 在老家怀俄明州 当同龄人还在玩滑板 而时的他已经学会了物理摸鱼 最引以为傲的技能是狩猎大型猛兽 声称在猎雄方面 比往期所有参赛者都有经验 制作陷阱更是不在话下 目前和妻子养育四个孩子 显而易见 参加挑战就是想多赚点奶粉钱 开局地母给自己定下三个目标 保暖庇护所狩猎和钓鱼 只要达成 他能坚持到节目组破产 来之前听说当地盛产大松鸡 迫不及待想抓几只开开婚 刚拔射一回 松鸡没找到熊爪硬到看见一个 出门走得极没有带弓箭 万一狭路相逢他只能兜着走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是克雷 在周围溜达时 发现一条清晰的动物受到 不安的第六感告诉他 暗处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多亏随身携带打野装给他提供不少底气 就在这时 发现了一株不花钱的牛肝菌 众所周知 他们向来喜欢成片生长 克雷如获之宝统统拿下 富含猛星铜等微量元素 不多时就采集得满满意动 不清楚地以为这小子是来荒野进火 在爱达河州 他有十年荒野生存经验 几乎狩猎过当地所有蛋白质 同时还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专注于原始技术和传统工件 建造房屋和处理食材 对他来说就是普通日常生活 如今一家人住在农场 参加挑战是想为孩子们设立上学基金 和还清剩余房贷 如今配菜也有了 克雷还想找点蛋白质搭配 结果没走两步 就看见不远处有只松鸡正在下蛋 鬼鬼祟祟架好见识 一个满宫便射了过去 一气喝成没有一丝脱泥带水 上前查看不偏不以正宗要害 妥妥的一顿肥美晚餐 打包来到湖边 相比往期选手的去皮吃法 克雷显然更珍惜每一克脂肪 搭配现采摘的牛肝菌 用小火烹煮 就是一道在正宗不过的松鸡炖蘑菇 忙着忙着 只见他突然警惕 转身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起初以为是错觉 等第二次回头 我的个乖乖 一头美洲狮正猫里猫气地盯着自己 小样以为卖萌就能有口饭吃 殊不知在猎人眼里他就是那口饭 本想静悄悄去拿打野装 谁料刚动对方就把腿消失在了酱狗 看着蛋白质背影 那种滋味比三天饿九顿还难受 如果弓箭在手 美洲狮这回应该躺地上休息了 第三位出场的是马特 从撒脱的秀发不难看出 又是一名技能点拉满的求生专家 正准备打包朝降狗跋涉 湖面上的一栋黑点引起他的注意 随着镜头拉近 好家伙 竟是一头驼鹿在游泳 如果能有幸捕获 还不直接晋级决赛圈 参赛前马特生活在维尔金群岛 是一名原始技能导师 全身心投入荒野 曾在原始庇护所度过七个冬天 研究用石器代替切割工具 过着远离现代化的生活 和妻子生了两个女儿 参加荒野独居不为钱合力 只想验证一下技能的实战效果 为此马特选择不带打火棒 对于有20年钻目经验的他来说 头一次还是以失败告终 要知道多么潮湿的环境他都体验了 马特不信邪 眼看地球都快钻冒烟了 才终于看到希望 释放熟悉的败火技能 烈火不负所望地冒了出来 有了火 整个人的士气随之高涨不少 在距离营地50米位置 一坨熊粪引起他的注意 那群家伙可不好欺负 遇到一头就玩独责 时间来到第二天 第四位出场的选手是比克 清早先趴防水步上喝点三鲜汤 由松针蛋白质和灰尘组成 口感别说还挺正宗 而营地的正前方 是他极少看到的秀丽美景 悠闲的生活跟度假一样 在老家俄勒冈州 比克的热爱是音乐与荒野 熟练各种乐器 在乐队担任主唱 除工作外他大部分时间 在丛林渡过 不断磨练求生技能 编织和钓鱼统统在行 就为了等这一天的扬眉吐气 在得知妻子怀有身孕 身为家中的顶梁柱 他没有理由不搏一把 穿上性感被戴裤 带着打野装出门 寻找今天的晚餐 这里只被茂盛资源富饶 没走几步就能看到 不花钱的江湖 来到一片湖滩附近 无意发现枯木上有根毛钉 用石头敲击 费老大力气给取下来 打量了下适合加工把屠龙 回营地放炭火灼烧 七七四十九分钟 用工具前加注 拿斧头背面当锤子猛烈敲击 反复操作 直至成为一把削铁如泥的破伤风之刃 时间来到第三天 开局的灰熊足迹给蒂姆提了醒 料想安安心心狩猎 兼顾庇护所尤为关键 收集回几十根原木 看驾驶工程量是一点都不小 利用大树做框架 屋顶采用斜面设计 能快速排水排雪避免积水隐患 最后铺上防御布 耗时半天就完成庇护所的搭建 不仅效率高质量更是一点也不低 时间来到第四天 第五位出场的选手是罗斯 住在简易防水部中 看着远处秀丽风景 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 带着打野装 来附近寻找合适的扎营地 争取赶在大雪纷飞之前做好饱满措施 在老家宾夕法尼亚州 对荒野的热爱 罗斯自学成为一名猎人 钓鱼又补筒筒不在话下 目前经营一家体育用品零售店 和传授年轻人户外活动的培训中心 拥有强大捕食狩猎技能 小目标是向北美大满贯冲刺 如今一儿一女都成年长大 了无牵挂 事实后展示他真正的实力 进入匠狗刚走两步 好巧不巧发现一块平坦空地 看起来非常适合安营扎寨 二话不说开始从周围收集原木 想到当地生活不少灰雄 坚固保暖的庇护所尤为关键 同时效率也很重要 做两个三脚架加一根横梁 无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框架 镜头来到地母这边 只见他攥着石头鬼鬼祟祟 靠近快速朝树凶杂趣 下一秒就见一道黑影慌忙逃窜 好家伙 如此朴实无华的捕猎方式 不清楚的还以为他是来搞笑的 见行动失败 地母又打起掉也基于的主意 机智如他带了一把银色牙刷 稍加改造 就是令鱼儿们无法抗拒的路亚亮片 开局短短四天成功减轻六斤 以至于身体的每个细胞 都在渴望食物的浇灌 来到一块巨石上 偏偏这时天空不作美 狂风大作 尝试几次勾都甩不出去别说钓鱼了 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 看来自己是没有这个福气 机场碌碌让地母感到心力焦脆 想起六年前的心脏病发作 才意识到在癌恶环境下他毫无胜算 时间来到第五天 天都没亮 克雷已经开始起床 看着简陋手刮棚 是时候升级一下搭间保暖豪宅 但在此之前需补充点卡路 早在第二天 他就发挥强大手工技能 挑根不错竖刹 搭配着线轮 加工一套野生路压杆 清早太阳公公还没升起 带着装备来湖边开始食操 由于所处位置大部分是浅滩 想吃鱼只能把钩子甩向深水区 就这样足足坚持两个多钟 鱼钩终于传来动静 激动地赶忙打捞 再一次印证那句老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上岸是一条肥美的红尊 富含维生素和脂肪酸 至于甲尔 是由废弃瓶盖鱼钩和散绳组成 镜头来到罗斯这边 摘一些红彤彤的熊果当午餐 吃起来酸酸甜甜 口感是不错 但吃多会给脾胃造成负担 接着开始收拾行李 搬到昨天新搭建的永久庇护所 背上大包小包 两地之间相距大概400米 复杂的路况跋涉半个钟才抵达 拿出防水布往上面一扑 固定好边边角角 三下午除二完成荒野手刮棚的建造 看起来简陋实际五脏俱全 在没有足够蛋白质保证的情况下 这无疑是最适合的选择 转眼夜幕降临 那人是怕啥来啥 半夜三更罗斯突感不妙 胃里翻江倒海 多半与白天吃的江国有关 实在扛不住 一股洪荒之力喷涌而出 直到胃里空空如也才好受一丢丢 时间来到第六天 靠着一身肥镖 比克感受不到一丝寒冷 经过几天锻造 破伤风之刃总算出具规模 相信在他的加持下 定当能屠龙刀划定 抓些蛋白质给老北敌们开开眼 另一边帝母的情况有些不妙 饥饿让他感到心烦意乱 比饿肚子更让人难受的是 练地肥美松击他却只有眼馋的粉 话音刚落 就从旁边灌木丛飞走一只 好家伙 这种滋味比嘎了还难受 逼激动怒火涌上心头 胸口顿感大势不妙 强忍着返回营地 尝试平复一下心情希望能够缓解 然而事实是久久没有好转 玩归玩闹归闹 千万不能拿小命开玩笑 二话不说 播通了节目组电话 紧接着一艘游艇乘风破浪 急迟而来 踩着油门赶到营地 说明情况 对正下要进行一番简单就职 不得不说除了南博万 至今还无人能逃得过盖房定律 随后登上直升机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回到第一天 本期第六位出场的是科尔特 与其他选手不同 参加挑战是因为母亲是节目的忠实粉丝 三番五次叮嘱 搞得他不缺胳膊少腿都不好意思退散 换上吉利服 开始对周围环境进行视察 作为依靠土地为生的人 除了挨恶挑战 没有哪个节目能让他释放对荒野的热爱 在老家阿拉斯加 科尔特从事14年教育行业 传授人们野外生存技巧 独居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作为岛上唯一居民 他靠自己解决水利电路和建筑等多项工程 搭建窝棚和设置陷阱更是不在话下 挑战对他而言可以说是量身定制 在降狗跋涉过程中 一坨熊粪让科尔特发现了 用手扒开看了看 从橙色判断是几小时前留下的 旁边就是江国地和一条灰熊专用通道 见状他礼貌地和对方打招呼 没得到回应科尔特也不再客气 打抱一些夜晚当零食 第七位出场的是内特 从茂密胡须就不难看出 又是一名实力超群的挨恶专家 随着游艇离开 未来是度假还是三天恶酒盾全靠自己 走到一处空地上放下背包 带着打野装 视察起这块即将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密歇根州老家 内特曾在部队服役24年 参加过大小两次战役 目前身居在荒野 多年高压环境执行任务的经历 让他能轻松克服各种阻碍 和妻子生了五个孩子 相比挑战 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是离开家人 但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提前过上退休生活 四处探查时 内特发现一条清晰动物兽道 沿着小心翼翼往前 看见转角处蹲着一只松鸡 好家伙 正发愁晚餐没有着落呢 缓慢抬起手中打野装 本想绣一波千军万马来相见 结果却是个三不沾 这下可好 鸡肉没吃到还要大海捞针找回见识 第八位出场的选手是特雷莎 看着面前陌生且宁静的荒野 她是既兴奋又紧张 来不及触景生情 首要任务是找到今晚的庇护所 在老家埃克赛特市 特雷莎是一名石器专家 拥有史前动物皮毛加工技术博士学位 大部分时间投入在荒野 几乎把所有原始技术实践一遍 擅长制作石器和处理皮草 参加挑战只想检验一下毕生所学 实力允许的话还能拿下50万 这里资源富饶 周围灌木在她看来就像菜市场一样 随手一抓就是不花钱的碳水 在距离的不远处还有一块姜果地 简单混个七分宝 继续来周围寻找适合的扎营地 走着走着 地上的熊爪硬吸引了她 灰熊作为当地的顶级掠视者 她最好是能避则避 接着来将狗挑快平坦位置 依靠大树 用防水布三两下搭个简易手刮砲 防止营地被猛兽标记 特雷莎来岸边搭个临时简易灶台 毕竟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 时间来到第二天 第九位出场的是米歇尔 大清早就遇到一只送上门的蟋蟀 看起来丑 却是荒野难得的蛋白质 探考的外焦里嫩八分熟 伴随一声叹息强忍地送进嘴里 细细咀嚼着 最终带那么一丢丢的嫩滑 美中不足的是 腿上到此有点拉嗓子 参赛之前米歇尔用四年时间 与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土著部落生活 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 几十年的野外生活 熟练掌握各种求生技巧 对居多野生植物颇有研究 曾在搭建的原始庇护所居住多年 手工技能更是无可挑剔 面对足以改变命运的五十万 身怀绝技的他没有理由拒绝 想到大多数植物正在进入枯萎期 米歇尔把采集放在第一位 毕竟庇护所随时都能打 而食物却一天比一天少 看似一根根野草 拔起却是口感顶呱呱的野洋葱 不多时就收集得满满当当 除此之外 还有长得像樱桃一样的浆果 随便摘几颗带到岸边 一边晒着太阳一边享用着 原本悠闲的时光 这才意识到误闯进了熊瞎子的领地 吓得带着摄像机 赶忙往身后的将狗撤离 虽然灰熊的本能 不会第一时间攻击人类 可一旦对方感觉到威胁 他将连交代遗言的机会也没有 在岸边挑快地势较高的平坦空地 克雷莎准备搭个坑屋 是一种半地下庇护所 能有效将风霜雨雪挡在屋外 饱暖效果是无可挑剔 不足的是一旦进水就成了澡堂 先清理出大致面积 用木棍和麋鹿海骨当铁鞘 一寸一寸地往下挖 这类建筑曾被当地土著广泛使用 至今少说也有千年历史 过程时不时冒出白白嫩嫩的幼虫 尝了尝味道和松子差不多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一来一回相当于零卡路里消耗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努力 庇护所的地基部分出具规模 时间来到第三天 第十位出场的选手是乔登 那人一旦饥饿到一定程度 连蚂蚁都不放过 同等重量下蛋白质比牛肉都要多 酸酸的味道 别说还挺迪尼西斯 接着来丛林挑快空底 准备释放建筑技能搭建永久庇护所 在老家田纳西州 乔登最擅长丛林生存技巧和狩猎 职业是一名木匠 热爱建造和制作陷阱 经常利用大自然产物发挥创作 毕家人生活在荒野 有过痛失亲人的经历 参加挑战是为了尽快还清房贷 多疼一些时间陪陪家人 从乔登挑选的原木就不难看出 工程量极其耗费卡路里 以至于不是在疯狂拒木头 就是在往营地运输 采用最简单的笋毛连接 使木头之间的缝隙缩到最小 足足忙碌一天时间 进度还不到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 转眼夜幕降临 没等进入梦乡 屋外就传来采树叶的脚步声 随着几声咆哮 一道灰熊背影呼啸而过 我的乖乖 更加坚定了桥登盖木屋的决心 时间来到第四天 科尔特一早生火准备烧锅热水 相比同样不太会用的打火棒 钻木取火不计算在实践装备内 这种情况下 他选择多带一张防水 随着疯狂摩擦 火星很快冒了出来 转移到火熔上轻轻一吹 耗费不少卡路里总算引然了烈火 等待烧水期间 科尔特也没有闲着 来附近采集造法子的材料 作为一名理科生 他近乎苛刻地要求 自己不浪费一卡能量 直至毕尘号大功告成为止 到那时 他每天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鱼肉 一想到这他浑身充满力量 挑几根自然弯曲的圆木 拿出荒岛生活几十年的经验 不多时就确定了法子的整体框架 另一边的内特就舒服了 在营地周围发现不少牛肝菌 本想串铁丝上风干延长保质期 没想到却被松鼠那老六给偷吃 当然靠牛肝菌求生也并非长久之计 想了想 内特准备加工一套液钓绳 尽可能消耗少的能量换取更多食物 用散绳搭配鱼钩做成夹二 一口气加工四五个绑在一根鱼线上 拿石头当铅锤 木头做浮漂 挑快风水宝地丢进汪洋大湖中 能否开启度假模式全交给天翼 时间来到第五天 清早岸边发现的灰熊脚印 给特雷沙提了个醒 不想成为熊瞎子的河帆 兼顾保暖庇护所迫在眉睫 凿出上下楼梯和预留好壁炉位置 开始在地基正中心往下刨柱洞 相比传统的四根柱子 这种做的好处是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接着来岸边挑选粗细适合的顶梁柱 用锯子锯成想要长度 扛起50公斤的原木就往营地运输 使着吃奶的劲放进去后 依次填入石块细沙泥巴 最后用水浇筑 凝固后效果不比混凝土的质量差 以木桩为中心 沿地基环绕依靠一根根树干 木头之间用短木两两连接 形成一体的屋顶框架 至于坚固程度 支撑和马犀牛大象都绰绰有余 镜头来到桥灯这边 光顾着盖木屋步补充可不行 趁着风浪越大鱼越贵 来岸边开启钓鱼老模式 再尝试了五六七八次 毫无疑问的连根鱼毛也没抓到 可能与水位太前有直接关系 于是沿岸寻找其他吊位 跋涉过程中 在一堆枯木下捡个废弃一拉罐 适合加工程路亚甲尔 往前又走了不知多久 等再回头 Oh my god 远处的天边乌鱼密布 像极了暴风雨到来的前兆 用手指了指营地位置 不知不觉已跋涉出三公里 下的桥灯赶紧返航 半道狂风大作 调盆大雨说下就下 来之前的湖滩不断被水淹没 这要是被困住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最终浑身湿漉漉顺利返回到营地 时间来到第六天 不考虑优先搭建庇护所 米歇尔选择坐把椅子修身养性 随后才带着家伙 来附近收集建造材料 只有解决了保暖庇护所 他才有更多时间去打猎和钓鱼 聚成相同长度 用散绳绑的双套截将三根原木连接 立起来就是一个三脚架 把椅上操作重复一遍 再在两个三脚架上架一根横梁 为保证窝棚的坚固性 两侧斜靠上木头 最后把防水布盖在上面 一肩抗膜又耐操的手刮棚搞定 发挥强大手工技能 科尔特轻松完成了毕尘号的框架 外层用防水布密布透风包裹 抬到岸边 把一根根附有韧性的类材 加到龙骨下方 使整体受力更加均匀 最后加固好三根船员 毕尘号才终于大功告成 当然划船光靠浪指定不行 将一根原木分成两半 一番精雕细琢 就是把趁手的船甲 万事俱备 迫不及待拖到水下试试效果 随着摇摇晃晃登上小船 倾斜的角度似乎有点严重 看样子还需添加一副弦外脱甲 等到乘风破浪的那刻 整个深水区的也基于都将为之颤抖 时间来到第七天 正当为早餐发愁时 内特发现了偷牛肝菌的罪魁祸首 没来即出手 对方已察觉到杀气钻回老巢 捡起地上的牛肝菌 早餐也算有了着落 看着波涛汹涌的湖面 内特决定搭监远离岸边的庇护所 带着家伙来降狗收集材料 他也没有什么洪湖之质 只要有个保暖小窝就满足了 挑快平坦空底 拼给自行框架 连接处用散绳捆扎起来 把防水布盖在上面 用湿不到半天 就搞定了长期庇护所的建造 接着赶往岸边查看捕鱼陷阱 箭浮飘在水上想来肯定是没戏 想了想准备换个位置 结果一用力 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沉甸甸的手感显然有猎物中招了 随着蛋白质浮出水面 内特满脸写着难以置信 当即进行一番物理超度 分量看起来还不小 就地把内脏处理干净 回营地点燃熊熊烈焰 用两朵牛干菌和浆果做配菜 烹饪一道正宗的荒野盛宴 一口下肚唇齿流香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时间来到第七天 全场剩下九名选手 比克在临时窝棚舒舒服服一觉醒来 足足饿了一星期 今天的任务是继续搭建庇护所 有了踏实落脚点 才能把心思用在打猎和钓鱼上 整个建筑剩下颇有难度的屋顶部分 去掉树皮能起到防火作用 固定好主粮 将岳木斜靠连接屋顶和墙体 连接处用散绳捆扎 耗时五六个钟 终于搞定了屋顶龙骨框架 乍一看挺像那么回事 为抵御湖面来的寒风 用树枝把墙体缝隙挡住 外面再盖上一层厚厚的树皮 没舍得穿的大号超短裤 在裤腿上打个死结 把囤积的鱼肉放进去 用伞绳送到高高树叉上 以防被嗅觉灵敏的灰熊偷吃 没了后顾之忧 来附近收集台显 用来填补木屋和壁炉的缝隙 为更好的储存热闹 整个壁炉用石头堆砌而成 吸取前几季火烧庇护所的经验 克雷不仅对木材去皮处理 还在木头表面抹上泥巴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房传三代 人走房还在 大功道成来屋内试试效果 咔嚓一声引燃烈火 质量简直出乎他的意料 不仅窝棚变得暖哄哄 排烟效果更是无可挑剔 看着这份喜悦无人分享 私家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涌来 时间来到第八天 马特的营地吸引来几只老鼠 让他喜悠参半 这么多天总算看到了蛋白质身影 起床先来厨房烧锅热水 等待期间在草地上挖点野洋葱荡早餐 口感饱满 不知比江国好吃几十倍 随着耳边传来霹雳啪啦声 抬头一看oh my god 鞋都没穿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不知何时草地被火星引燃了 经过一番扑就 马特悬着的心裁放下 差一丢丢下半生就完犊子 接着把野洋葱切成碎末 放锅中烹煮三七二十一分钟 鸡肠碌碌一品尝 辣滋滋的口感 所到之处无不刺激着味蕾 碳水更是比牛肉还丰富 不知不觉睡到日晒三干 比克又开始了一天的魔阳工 搞定了木屋框架 没有席梦斯怎么能行 聚几根木桩 搬来先前捡到的木板 拼起来就是一张正宗石木床 躺在上面别说还挺巴适 为提高舒适度 又收集了大量松树枝 铺上厚厚一层 立马给他一种鹅毛绒般的柔软 眼下家具齐全 到了洗牵新居的好日子 把防水布往上一打 彻底从帐篷到手刮棚 实现豪宅的跨越 忙碌大半天是时候庆祝一下 食材有花浆果和野洋葱 在家他明明是个钓鱼能手 谁料到了这里连鱼毛也没抓到 也尝试过探索营地对面的新地图 一来一回消耗几千卡能量 还落个两手空空 料不是秋季才刚刚开始 估计他连吃草的机会也没有 镜头来到克雷这边 本来计划继续钓野鸡鱼 可惜天空不作美 按照第六和第七季的惯例 要想赢下挑战 他认为大型猎物是关键 带着打野装 对方圆几公里营地展开视察 走出匠狗 下面是一片茂密杨树林 非常适合鹿类等食草动物繁衍生性 不幸的是部分区域曾被大火焚烧 道路被横七竖八的树干阻碍 跋涉起来寸步难行 万一不慎弄伤实在得不偿失 费了老大力气穿过 结果连根鹿毛也没有看到 让他燃起的狩猎希望又被浇灭 不过来都来了 空手而归不是克雷的风格 将周围将果地采集一空 为更好储存 计划造个户外冰箱冷藏 在小溪下游附近挑块空底 挖个30公分的洞穴 随着冷空气下沉 气温要比营地低好几度 四周用几块木板为重 底部垫上保湿的台鞋 最后把采集回的浆果道进去 至于保鲜效果如何呢 它也只能尽人是听天命 时间来到第九天 作为以建筑为荣的人 乔登对木屋的质量要求近乎苛刻 宁愿三天恶酒顿 也要将每一处细节加工到极致 再经过几天的努力 整个框架部分终于大功告成 标记好大门位置 用锯子把多余木头去掉 看着面前的精致手刮棚 他忍不住幻想过上度假生活 镜头来到罗斯这边 用剪刀的废弃一拉罐 发挥强大手工 搭配铁丝和线轮 加工出一套野生路亚杆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带到岸边检验质量 有气无力的挥干姿势 能否吃上鱼就看后勤族给不给力 几天没有尝到肉味 那种抓心挠肺的饥饿感很不是滋味 在岸边坚持一个多钟 脚都蹲麻了连条咬勾的也没有 转眼夜幕降临 正在做美梦 营地外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怀着忐忑心情往窝棚外打凉了下 好家伙 只见一头熊瞎子正在附近觅食 担心对方找上门 罗斯决定先下手围墙 拿出驱熊炮 伴随震耳欲龙的爆竹声 不知所以的灰熊踩着油门逃窜 时间来到第十天 对植物的颇有研究 让米歇尔打起吃草的主意 一番埋头苦啊 找到一株牛防风草 其枝干中空 适合当作吹火筒 别说质量整得还挺好 至于草根则烤城外黑里焦 想到能补充碳水 米歇尔皱着眉头长了长 据说北美西部的土著人 一直食用这东西 味道怎么形容呢 痛苦面具已经是对他的最高评价 无辅享受那股上头味道 他转身又打起野鸡鱼的主意 嫩滑的鱼肉口感 光是想想就让人流哈喇子 看着沿岸一处缺口位置 米歇尔决定制作个吊杆抓鱼 在岸边挑根十几米的树干 把碍式的树叉锯掉 捆扎好鱼线和鱼钩 蚂蚱做幼饿石头做千锤 带到窝口位置 用巨石牢牢压紧 希望当地的野鸡鱼们不要不识好歹 同样在挨饿的还有马特 洒脱不羁的性格 让他对着鸟不拉屎的地方开始厌倦 如今庇护所和厨房已搭建完成 是时候狩猎开启度假模式 回营地找出箭矢 定睛一瞅整个人压麻呆住 满嘴疯狂地召唤王德发 弓弦不知何时被老鼠啃断 看着断了的弦陷入沉思 心想修复一下应该还能用 打完结后 外层再用绳子缠一拳 大功告成到了检验质量的时候 试探结束直接拉了个满功 手感静和咬断之前大差不差 夜幕降临 为给杰瑞们一些教训 马特用屠龙雕刻 加工一个四字触发陷阱 顶部压块巨石达到微妙平衡 一旦有蛋白质起了贪心 等待他们的僵尸粉身碎骨 时间来到第十一天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比歇尔准备给窝棚装上大门 比对好足够通过的尺寸 用铁丝捆扎固定 结果忙活还没一会 胃里传来莫名的难受 从昨天到现在只吃过牛防蜂草 难不成与那玩意有关系 很快伴随心烦意乱的恶心 他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夜晚围着火炉 比歇尔思考是不是看走了眼 错把水毒禽当成牛防蜂草 那可是北美毒性最强的植物之一 早期症状有恶心腹痛和呕吐 严重了还有领核犯风险 想到这他赶忙吃块木炭压压经 能起到中和毒素的作用 时间来到第十二天 一整夜昏昏沉沉 再出了满身汗后 比歇尔安然无恙醒来 他很庆幸自己服大命大 清早煮锅两白开洗洗肠胃 差一点没忍住按下推赛键 镜头来到桥灯这边 有了坚固保暖庇护所 接下来就是解决食物问题 带着路亚装置走到一颗枯木上 旋转二七一十四圈 将甲尔抛向深水区 虽然尝试很多次都无功而返 但只要在荒野一天 就不能停下对蛋白质的获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随着打捞 沉甸甸的手感让他意识到不对劲 缓慢往岸边转移 直到鱼儿上岸才敢发出高兴的欢呼声 事后不忘来镜头前炫耀一番 看分量不到十公斤 省着点足够三天的口粮 切下一整块鱼头放进锅里 搭配找到的眼黄金根 挂钩火上慢熬烹饪成一道鲜美浓汤 等待过程中搭个架子 把吃不完的部分烟熏保存 能防止变质还不用担心吸引来灰雪 半个钟后烹香的鱼头汤出炉 用树枝做筷子 大口朵鱼的享用 嫩滑可口满满的鱼肉味 时间来到第十三天 经过几天的埋头苦干 特雷沙的窝棚终于出具规模 今天的任务是把墙体缝隙填补起来 来降狗收集冷山木树皮 它们又宽又大 防腐效果还好 像瓦片一样堆叠在坑屋周围 为更进一步提升保温效果 抛了大量松针混合泥土 把缝隙位置堵得是严丝合缝 重复以上操作 整个庇护所墙体稳如老狗 用剩下树皮把屋顶盖住 三下五除二 地间防风又防雨 抗膜还透气的坑屋庇护所搞定 时间来到第十四天 内特来岸边晒晒太阳 补充点维生素地 能促进身体对盖的吸收 距离上次吃鱼已过去五天 还想吸收需要再抓一条野鸡鱼 可惜天不随人愿 抛出去的液钓绳一次次被浪花冲毁 不想认命 决定搭个码头伸向深水区 来到岸边的旧货市场 这里有不少被冲上岸的木材 用锯子裁出想要长度 由于材料有限 采用普世无华的笋卯连接 发挥强大手工 轻松搭起一个架子 本想第一时间投入检验质量 可惜风望太大 万一室温实在得不偿失 镜头来到科尔特这边 为提高法子的稳定性 在两侧添加了弦外脱甲 倾斜时能增加雨水的接触面积 再用伞绳固定好船脚 穿戴好旧生衣 一脚地勾由出发检验避陈号质量 随着发力 轻松滑出几十米远 对于高难度的转圈圈也不在话下 要是狐狸的也急于看到这一幕 还不得连夜买战票跑路 趁着阳光明媚 科尔特拖得光溜溜吓到狐狸泡地走 返回岸上的瞬间 好巧不巧发现一头灰熊路过此地 看着白白嫩嫩的五花肉 馋得熊瞎子直流口水 见状科尔特第一时间释放蛆熊泡 震耳欲融的声音 让没见过世面的灰熊拔腿就跑 回想白天的惊险一幕 如果不是随身携带家伙 明年的今天恐怕就是他的忌日 时间来到第十五天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乔登一早连根鱼毛也没抓到 好在他省吃俭用 前几天的熏鱼干还剩一些 看起来晶莹剔透 自然辣椒筒筒不佳 饥饿就是最好的调味料 补充完几千卡能量 用木头捆扎加工一扇庇护所大门 理对尺寸大小长短刚刚好 看得出这是打算永久定居了 为进出方便 桥灯发挥机智小脑袋刮 准备给大门安装一对荷叶 将原木削成方形 用锯子裁切一道凹槽 牢牢捆扎固定到门框上 接着扛起大门对准木轴插进去 巧妙的设计 鲁班看了都得直呼内行 如此高规格没有门栓可不行 用斧子一番雕琢 生拉硬拽从门缝安装进去 整个别墅瞬间提高一个档次 殊不知他的精致 已不经意触发了木屋定律 镜头来到内特这边 苦等一天也没盼到期待的风平浪静 再等下去迟早把自己耗死 把搭建码头的材料准备就绪 只保留一条大裤衩 抬起百斤架子下到冰冷刺骨的湖水里 面对层层浪花内特丝毫也不畏惧 随着水位越深 架子遇水说散架就散架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一顿操作猛卢虎定睛一瞅原地处 害怕失温 回营地围着火炉取取暖 行动虽然失败 捕获蛋白质的信念却越来越强烈 时间来到第16天 已经两周没有吃肉 科尔特决定不再释放被动 清早推着法子开启钓鱼老模式 用试不到半个钟 一脚油门直接滑到深水区 眼下正直鱼儿出门觅食期间 心想运气好 说不定能抓条10公斤的大尊鱼 坚持没意会鱼钩传来沉甸甸的手感 高兴地赶紧打捞 谁料在上岸的前一秒又被挣脱 如果有张超网就好了 一晃三四个钟过去 光感觉咬钩却死活提不上岸 就在心灰意冷准备返航时 鱼钩再一次传来动静 耐住性子回收鱼线 等浮出水面 苍天不负有心人了 一条贪吃的红尊被打捞上岸 分量虽少 却是他来荒野的第一顿蛋白质 自从内特尝到肉味 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饥饿 喝两口白开水缓解一下 看着面前的小松鼠 希望对方能明白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挑战规定不允许对齐下手 接着再次来到岸边 等最大一朵浪花被拍到岸上 他抓住机会百米冲刺 通过层层波浪 顺利将木架送到指定位置 再扛起两根上百金元木架上面 三加五除二就搭起一座荒野码头 看似一小步 其实是向度假卖出的一大步 时间来到第十七天 路亚行动失败后 罗斯又打起地龙的主意 左边边右边边 饿了就薅点路边的野花野草 至于味道 只能用两个字形容一言难尽 赶走了饥饿 继续发挥强大手工编织 看着肩不可摧的地龙 他忍不住开始幻想鲜美浓汤 再吃上几口嫩滑鱼肉 大功道成带到岸边 挑的就近位置任由地龙挑水面上 也基于要想上钩不会跳可不行 担心被冲走 用绳子固定到岸边的树场 从他坚定的语气听得出 虽然吃得少 但他消耗得多呀 布置完罗斯来到后花园 进行每天的采集工作 开局到现在全靠姜果维持生计 眼下数量蒸肉眼可见的减少 最好多囤积一些荡储备粮 镜头来到内特这边 早早在码头放出夜吊声 午餐简单主播云山茶冲冲击 别看他胡子拉差 在荒野却有大用处 能起到过滤杂质的作用 转眼半天过去 来码头检验劳动成果 从绷紧的鱼线来看多半游戏 一打捞果然不出所料 一条还没体验成年快乐的鱼苗上钩了 内特也不在乎大小是鱼就行 饿得皮包骨 夜晚穿在棍子上 自然辣椒统统没有 碳烤至八分熟 一口下去连骨头渣也不放过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时间来到第十八天 为给荒野增添加的气息 乔登对木屋进行雕刻 每个字母对应一家人名字的大写 原本高涨了士气 经过这一番操作变得低迷 想起年幼就离开他们的女儿 那份刻苦铭心 他始终埋藏在心里 傍晚围着火炉陷入了沉思 时间来到第十九天 伴随强烈的私家浪潮涌来 想赢下挑战 就要暂时放下过往生活 沉浸是融入镜这片荒野 但对于情绪化的他来说 显然做不到 分析完优势和劣势 二话不说便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接着一艘游艇从湖面驶来 地形人浩浩荡荡赶到营地 乔登终究还是没能扛过木屋定律 别墅竣工之时 便是选手们的退赛之日 收拾打包好行李 乘坐游艇火速退出了挑战 时间回到第十七天 恶劣的生存环境 连克雷都不由地缩紧裤腰带 自从开局收获几天大胡尊 鱼儿就像消失了一样 绞尽脑汁死活连鱼毛也抓不到 为前往深水区路压掉 他在巨石下游的400米发现快风水宝地 为提高上鱼成功率 决定加工一把超网 材料则选择坚韧耐水性好的漆木 从散绳玻璃出一根根细丝 做把木缩来回穿插 发挥编织技能 耗时一个多钟 必把精致超网大功告成了 试了试手感别说还挺正宗 带好装备来到调位 小心翼翼走到一块礁石上 刚准备出手线纹一步小心滑掉 没开始就出师不力 这可不是啥好兆头 用力挥动鱼竿抛出几十米远 不知是时机不对 还是鱼儿今天都不在家 坚持一上午没遇到一条咬钩的 耗下去也只会浪费时间 拼挨饿克雷显然不是其他人对手 看来还要另想狩猎办法 不知的捕鱼陷阱迟迟没有动静 本着从不走空的原则 米歇尔打包了点淡水蜗牛 回营地大火烹煮2714分钟 挑出里面螺肉 一品尝嚼劲十足 富含铁钙蛋白质等微量元素 别看肉不多味道倒不烂 让它再次尝到久违的海鲜大餐 为补充蛋白质 什么蟋蟀蚂蚁米歇尔统统没有放过 但最想要的还是抓野鲫鱼 来岸边发挥鞭织技能做个地龙 希望鱼儿们能十点向主动送上门 固定好直接扔到水下 能否过上度假生活全凭天意 马特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带着鱼线和制作的路亚尔 是时候开启钓鱼老模式 来到前几天找到的一处深水区 将贾尔旋转两周半抛了出去 就在幻想公奥龙搭配母帝王蟹的时候 鱼钩突然传来一股神秘拉力 以为有大鱼上钩 马特赶忙回收鱼线 随着拉扯 根本无法撼动分毫 没猜错99%的可能是挂底 不想浪费精心加工的贾尔 浑身上下只保留一条大裤衩 带着飙升的肾上腺素下到冰凉的湖水里 据说齐尔科湖最深可达400米 万一不幸坠落 连喊救命的机会也没有 好在马特这家伙扶大命吧 重返岸上他也没有气面 趁着风浪越大鱼越贵 又坚持半个钟 还真有条贪吃的鱼儿中了招 苦尽甘来的滋味 刚才的辛苦付出也算值了 回营地熬成一锅鲜美浓汤 吃完鱼肉 再把鱼骨放火上炭口 尝了尝口感又酥又脆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时间来到第18天 靠着储备的一身脂肪 比克根本不用为食物发愁 闲着也是闲着 将一根平平无奇的钉子 用铁丝做把手 开完刃就是把货真价实的破伤风之刃 挥舞得虎虎生风 条件允许的话 比克甚至想单挑射牛 至于质量如何呢 搬来些木头试了试 稍价用力轻松一分为二 不清楚地以为他在参加断刀大赛 如今荒野豪宅搭建完成 打野庄也准备就位 就差一条十公斤也基于开启度假生活 不想坐以待毙 他又打起地龙的主意 用斧子收集树枝 开局至今销售31斤 放在其他选手身上早饿的梯桶跑路 正当他忙得不亦乐乎 身后传来一声一响 回头看完oh my god 镜头一转 只见一头母熊带着幼崽呼啸而过 比克立马掏出防熊气敌驱赶 主要想告诉对方离这块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突如其来的惊吓 让他的肾上腺素迟迟无法平复 时不时转身害怕熊瞎子折返 经过两个钟的加工 带着地龙来到岸边 没有诱饵 就往里面放两块石头 挑个究竟位置投放到水下 希望这个避风港 能为野鲫鱼们提供一丝丝温暖 时间来到第十九天 用十几根原木做框架 外层用云山树枝包裹 米歇尔搭起一间圆锥形户外厨房 要鱼鱼没有路也没抓到 真不知这玩意的用处何在 忙完累的头昏眼花 来厨房烧锅热水 没有蛋白质 就添加些富含维生素的活草液 为给身体补充盐分 米歇尔终究还是对鼻涕下手了 随着最近的口感变淡 才意识到体内的盐分已经不多 让他本就瘦弱的身体变得雪上加霜 要想维持只有抓野际语 满怀期待出门检查鱼篓陷阱 放眼望去好家伙 已经被浪花拍到了岸上 上前翻开看了看 耗费大量时间经历寄予的厚望 到头来落个空空如也 这种努力看不到希望的滋味 简直比嘎了还让人难受 时间来到第二十天 一旦不缺吃不愁喝 内特就忍不住幻想过上度假生活 嫌弃松针和碎十子各的荒 准备加工一张离开地面的弹簧床 找来几根朽木 采用最简单的笋帽连接 将开局剪的缆绳 拆成一根根方便面 手尾连接一圈圈缠绕框架周围 考虑弹力不足 中间用一根伞绳从上至下并连绷紧 大功告成回窝棚试试效果 一堂好家伙 骨头缝里传来酥酥麻麻的巴士感 另一边吃饱的马特也没有闲着 一口气爬到十几米的大树上 眺望远处家的方向 随着斯嘉浪潮涌来 求生计划被打乱 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 马特通过重整手刮棚分散注意力 把漏风地方填补起来 在距离不远处发现一片柔软草地 正当他薅得不易乐乎 一不小心捅了草里的黄蜂窝 吓得马特缩成一团原地静止 谁料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 对准胳膊就是一波输出 好汉不吃眼前亏 36G还是跑为上策 时间来到第21天 裂吊绳也用了鱼篓也编织了 李歇尔始终连根鱼毛也没有抓到 开局到现在体重下降17% 想坚持只有带着打野装走出去 希望能遇到下蛋的松鸡和肥美的白尾目 跋涉出不知多远 找块阳光明媚的位置停靠下来 在降狗 有时耳朵比眼睛管用 仔细聆听周围的一举一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没有任何收获 米歇尔再次两手空空返回营地 坐堂椅上继续他的守株带兔 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梅亦会附近飞来一只大松鸡 他有气无力拉动弓鞋 见对方不肯送死 站起身鬼鬼祟祟朝松鸡靠近 分文是拿捏到位了 现实却是连根鸡毛也没抓到 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守 让米歇尔彻底认清楚自己的实力 加上没有体质的庇护 他毫不犹豫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接着一艘游艇急迟而来 与其饿到无法自理 还不如趁早全身而退 收拾好行李 登上小艇退出了本场挑战 镜头来到克雷这边 同样处于挨饿状态 但他似乎有了新发现 带着弓箭伸入降狗开启狩猎模式 全神贯注留意身边动静 毕竟每个声响都可能代表有蛋白之路 密切观察身边一举一动 只见地上的小鹿傲力给让克雷看到 他下意识地嘴角上扬 被浇灭的狩猎希望再次复燃 打量了下周围地势 看起来宛如一块潮湿盆地 生长大量柳树和栖木 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小鹿粪别 毫无疑问是狩猎的绝佳之血 考虑天色不早 这个时候惊扰绝非明智之血 克雷决定先行撤退 只要不吓跑对方 迟早会成为他的盘中餐 时间来到第22天 清早带上路亚装备 又开始一天的钓鱼老模式 作为一名求生专家 马特对这段时间的表现非常不满 除了挨饿 似乎也没传授任何打野技能 来老地方干起老本行 为打发漫长且无聊的时间 哼起妻子挂在嘴边的歌谣 情到深处马特突然顿舞 人生苦短放得幸福美满家庭不呆 来这地方提升挨饿技巧 想通后他毅然决然拨通了退赛电话 嘴上说着无所谓 但从职业角度还是放不下 很快一行人浩浩荡荡赶到营地 当在其中体会不到乐趣的时候 挑战就成了煎熬 这样的生活对他而言就是度日如年 倒不如趁早回家陪陪老婆孩子 镜头来到克雷这边 截至目前已14天没有尝到肉纹 穿戴整齐 准备对昨天标记的位置展开狩猎 爬上一座小山头 往前进入一片茂密浆狗 观察周围痕迹 看到了新鲜的小鹿奥利点 想必那群家伙就在方圆百里之内 激动的新颤抖的手 克雷更是难以按耐飙升的肾上腺素 走着走着 只见他突然静止 不远处的一头熊鹿让他发现了 等大树挡住对方视线 立马进入狩猎状态 拉开满弓 瞄准便送上一只穿云剑 事后他满脸写着难以置信 不用猜都知道是命中了 即便保持深呼吸 也难以控制颤抖的小手 根据地上的蛛丝马迹 克雷从后展开了追踪 来到一片灌木丛 从残留的血泡来看 大概率是击中了小鹿肺部 往前找到了被折断的见识 看样子这回吃肉有望了 走到一处拐角 Oh my God 毕头肥美白尾鹿赫然躺在地上 饿了十几天 此时此刻的心情 让克雷忍不住热泪盈眶 只有通过嗷嗷叫表达内心的喜悦 不仅意味着不用挨饿 更是他晋级决赛圈的门票 掂量了下有60公斤 担心血腥味吸引来灰熊 还需尽快分割鹿肉 再打包分批次往营地运输 历来一回八公里路程 累是累 但高兴也是真高兴 镜头来到科尔特这边 虽没抓到大型猎物 他也没有放弃努力觅食 每早都会采集100个野洋葱 蔷薇果和蔓越莓 争取冬季到来之前 囤积足够碳水 经过不懈努力 储藏是以堆积的满满当当 饿了随时随地都能补充卡路里 塞个五宝加六宝 再来后花园挖点野洋葱 他们正在进入枯萎期 等僵果吃腻了 辣滋滋的口感是相当不错的调味料 另一边的内特就惨了 几天不建议达到皮包骨状态 但他稀疏的脑门证明实力应该不入 顾不了那么多内特要出门检查陷阱 来到码头 湖水清澈见底 没等打捞就看见有鱼儿中招 害怕脱钩小心翼翼把吊杆往岸上拖 眼看蛋白质即将到手 也基于一招神龙百尾又钻回水下 等他想回首掏为时已晚 把内特气的当场马泽法克 省着点吃少说也够三天的口粮 克雷就舒服了 一趟趟往营地转移鹿肉 丰收的喜悦让他暂时忘记疲惫 体质不足的压力 在这一刻全部烟消云散 为了不被黑熊盯上 用绳子把鹿大腿送到高高的树叉上 等忙完夜幕已经降临 累得筋疲力竭 晚餐烹饪一道路由尖路心犒劳自己 吃起来嚼劲十足 富含铁心锡等微量元素 味道只能用迪尼西斯形容 时间来到第23天 根据当地狩猎法规定 45天前选手们不允许使用刺网 以至于科尔特的捕鱼计划迟迟无法推进 早餐准备吃点浆果补充碳水 来到户外厨房他愣在了原地 凌乱不堪 显然是被灰熊造访过 可气的是曼月眉还肉眼可见的少了一半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条件 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单挑又不是对手 受了委屈也只能往肚子里演 找来些树枝 科尔特准备做个大号鱼篓 像藤条一样左边边右边边 通过一层层堆叠 耗时两个钟 一个精美巨无霸捕鱼篓搞定 来到岸边 划着毕尘号前往了深水区 也不清楚哪里有鱼群 科尔特随便挑个位置投放 往两块木头当浮漂 做好标记方便后期的打捞 镜头来到内特这边 痛失胡尊让他感到后悔不已 不想重蹈覆辙 远远每隔十公分绑上一根 带到岸边进行编织 虽没有科雷用梭子制作的精细 但胜在效率高 不到一会超网就被加工出来 网头上一套 大小那叫一个刚刚好 忙完狂风大作 浪花一层接一层拍向岸边 内特带着超网过来检查陷阱 刚把鱼线提起就看见有鱼苗上钩了 他赶忙用刺网接住 还没来及体验成年的快乐 就沦为了猎人的盒饭 这份量勉勉强抢够塞个牙缝 放户外两三天就要变质 思前想后决定搭个烟熏房 防雨又防熊 能最大程度降低肉中的水分 用锯子放倒十几根原木 木头之间采用朴实无华的笋毛连接 原本就瘦弱的身板 一番忙碌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直到空间足够大 穿过缝隙绑上一根根铁丝 要想烟熏效果好 还要用苔藓堵的密布透风 预留好进出口位置 顶部铺满原木再盖上厚厚一层苔藓 大功告成取下鹿肉 切成长条状 瞧瞧这色泽 光是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流哈喇了 再将堆成小山的鹿肉送进烟熏房 像晾衣服一样挂铁丝上 加入松树和赤阳树进行烟熏 在正常不过的烹饪 经过克雷的改造竟如此高端大气上挡刺 时间来到第24天 凌晨口可难耐 内特拿起铁锅灌个咕噜咕噜 天亮一看好家伙 里面竟沉淀几颗松鼠奥利给 对此内特也表示非常无奈 至于有没有大爱还不得而知 为获取更多蛋白质 拿出事先雕刻好的木轴 搭配着树叉 镶嵌一根原木上做线轮 把鱼线穿过铁环紧紧缠绕上去 三加五除二 一根野生路亚干大功告成 然而浮无双至祸不单行 胃里顿时翻江倒海 再次印证那句老话 无法确认水质百分百安全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贸然引用 话音刚落 就传来一股强烈的胃静丸 那种滋味仿佛要抽空他的洪荒之力 在挨恶状态下 想靠免疫自愈简直是痴人说梦 继续苦撑只会拿小命开玩笑 内特毫不犹豫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接着一艘游艇从湖面驶来 好巧不巧这时天空挑起鹅毛大雪 像在暗示内特此事不走更待何时 殊不知大胡尊跑掉的那刻 他的内心就开始动摇 加上反卫带来的不适 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收拾好行李 在暴风雪中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来到第25天 截至目前比克的体重下降了45斤 惊人的掉肉速度 让人不由怀疑他是求生还是来减肥 饿得实在受不了 过来检查地龙陷阱 打开毫无悬念的连根鱼毛也没有 即便有脂肪加持 光靠癌饿也撑不了多久 带着线轮来岸边路压掉 希望能抓条没看黄厉的也寄予 参赛之前比克做着拖车工作 又苦又累暗无天日 相比起来他更喜欢这种自己自足的荒野 就这样坚持不知多久 鱼沟突然传来一股拉力 不给对方跑路的机会快速回收鱼线 上岸二话不说一番物理超度 看看这份量 是他开局以来的第一顿蛋白质 就地引燃烈火 王铁锅加入草根档调味料 等锅烧热 放入鱼儿小火慢炖 一个多钟香味传遍整个营地 比克大块朵移的享用者 肉质鲜美多汁 每一口咀嚼都是对味蕾的挑动 蛋白质含量更是远超牛肉 镜头来到特雷沙这边 随意早早搬进大别墅 受浓烟的困扰他寝室难安 显然这不是他想要的庇护所 烧锅热水 把挥之不去的烟味清洗掉 再来岸边采集大量石头 混合着泥土 在营地搭起一个大壁炉 不仅能生火作反 反射的热量还能温暖整个窝棚 接着点燃熊熊烈火 排烟效果和他预想的一样丝滑 夜晚睡在里面叠体有多巴士 时间来到第26天 随着刮起寒风 大量枯木围在窝棚周围 缝隙处填上台写 从捡来的木板上拆下铁钉 将三根原木固定做个三脚架 采集些松枝密不透风绑在架子上 等大功道成 就是一扇防寒饱暖的庇护所大门 时间来到第26天 场上剩下5名选手 清早笔克煮了锅三鲜汤 柳草跟泥巴野洋葱混合而成 除了得牙味道也是一言难尽 随着冬季悄悄到来 是时候给豪宅安装一扇大门 将几根原木整齐排列用散绳捆扎 在上面插满松针 能起到防风防雪的作用 三下五除二搞定后 窝棚的取暖还是个大问题 于是来岸边收集石头 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上坡下坡 每跋涉一步都能感觉卡路里在疯狂燃烧 打着12分警惕 脚下突然一磁溜 几百斤框当砸在了地上 不仅没有大碍 还让比克意外发现了粘土 用塑料袋装满满一包带回营地 在预留的壁炉位置 将石头一层层往上堆叠 不多是一个精美框架被加工出来 缝隙位置用粘土堵上 大功告成点火试了试 排烟的丝滑程度一点不亚于得福 镜头来到罗斯这边 网捡来的哈皮瓶注入热水 放几颗蔷薄果当调味料 磕前摇一摇据说味道更正宗 必品尝好家伙 酸溜溜的口感 要是来盘花生米就更绝了 钓鱼不再行 打猎又找不到机会 罗斯带着一盘铁丝来降狗设置陷阱 根据地上的蛛丝马迹 希望能抓只野白兔提升一下生活质量 可就在前往下一处时 等一等 发现枯枝烂幕下藏着一个大宝贝 捞出是一个捕熊器 从古老程度来看是17世纪留下的 它的出现也给罗斯提了个醒 当地的熊瞎子到底有多泛滥 时间来到第27天 自从储备粮被灰熊偷吃 走投无路的科尔特又找到了新大陆 在周围探查时发现不少牛干菌 只要撑到第45天 它就有信心扭转挨饿的局面 眼下天气又冷又潮湿 担心食物变质得想个办法储存 将蘑菇切成块状 用铁丝串起来挂在庇护所屋底 通过烟熏去除里面水分 不用出门就能补充丰富碳水 时间来到第28天 鹅毛大雪说下就下 覆盖了整个奇尔科湖 罗斯瑟瑟发抖来到屋外 还没走两步 就看见地上的熊掌印 我的乖乖要是能逮住一头 未来两个月都不用为伙食发愁 根据足迹追踪来到岸边 图经岔路口 正当他揣测行动路线时 余光突然瞥见一道黑影在移动 定睛一丑好家伙 飙升的肾上腺素 忍不住口吐芬芳 本想通过呵斥吓退熊瞎子 谁料对方以为是来送河饭的 剑撞罗斯一边炸炸呼呼后撤 一边拿出防熊气敌驱感 同时释放驱熊炮提高威慑力 把幼菜幼爱玩发挥的淋漓尽致 好在灰熊是下大的 直至不见踪影他悬着的心裁放下 随着肾上腺素消失 恐惧开始席卷全身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凭出好心情他不由的感慨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那人一旦有了吃的 指定又要整点幺蛾子 克雷拿出路头准备加工一顶幼耳帽 有了这玩意的加持 接近路群就变得易如反掌 取下完整路头皮草 必点点刮掉皮下脂肪 将眼睛嘴巴用针线缝合起来 再往里面塞满苔血 等大功到城 是驴师路易时竟难以分辨 挂到屋内无故彰显他猎人的气质 当然路脑也没有浪费 作为天然柔制剂 放锅中搅碎加入少量热水 均匀涂抹路皮的边边角角 等到彻底吸收 会有种天鹅绒般的柔软 时间来到第三十天 镜头来到特蕾沙这边 趁将果被彻底掩埋之前 他要扩大采集规模 打猎又不会 钓鱼尝试一次又一次 结果可想而知都已失败告终 还不如将吃素发扬光大 别看这小小一罐 却能为他提供五百卡路里 从传统角度来说 相比狩猎 其实野外生存80%的能量 都来自采集 就这样挖着挖着 不少黄金让特蕾沙发现了 在荒野这虽是好东西 但吃多了也是个麻烦时 先打包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收集得满满当当 准备返航时突然大事不妙 无论哪个方向 在特蕾沙看来都一样 他这才意识到迷路了 毕心急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冷静下来一番深思熟虑 心想只要抵达湖边 就能找到营地 根据大树被吹倒的方向 和传来的水声 苍天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他误打误撞来到岸边 回窝棚清点一遍物资 三罐蔓越莓一袋蔷薇果 碧包野菜和一袋黄金 要是再抓两条十来公斤的野鸡鱼 过上度假生活指日可待 狠狠吃几大口浆果补充能量 科尔特来岸边划着小船 距离布置地龙已过去好几天 是时候检查一下劳动成果 满怀期待打捞上来 往里面一看依旧连根鱼毛也没抓住 本着从不走空的原则 站在船上开启钓鱼老模式 估计是这份坚持感动了上天 很快鱼钩传来动静 缓慢打捞 是一条二辆左右的鱼仔 见分量不够塞牙缝的 科尔特又站了半个多钟 熟悉的拉力再次传来 个头是一如既往的不大 但能在一天之内实现打爆皮 再次点燃他夺冠的信心 搭配着牛肝骏 就是一顿奢侈的荒野盛宴 时间来到第三十一天 昨晚屋外的躁动 搞得克雷一夜没怎么睡 天亮早早起床查看情况 刚走几步 还真看到了灰熊脚印 跟着痕迹 不偏不已正好经过烟熏房 这让他意识到鹿肉很可能已经爆了 要不了多久熊瞎子就会折返 看来不拿出点真本事 对方还真以为他猎人好欺负 用铁丝做导环 搭配散绳和防熊装置 打造一套灵敏度极高的预警系统 一旦有不知好歹的触碰绳子 会立马发出刺耳的汽笛声 这架势 狮子老虎和马犀牛都得踢同跑路 镜头来到罗斯这边 开局至今全靠采集度日 三天前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是时候出门检验劳动成果 看安全几处毫无疑问都是空空如影 就在心灰意冷之时奇迹出现了 还真有只野白兔躺在陷阱里 三十多天没有尝到肉味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手足无措 担心吸引来灰熊 罗斯就地处理的内脏 带到户外厨房小火通煮 半个钟烹香的肉味传遍营地 挑出兔心迫不及待一品尝 Oh my God 味道实在迪迷西斯啊 每一口咀嚼都是对味蕾的挑逗 不知比牛肉好吃几十倍 时间来到第32天 经过几天烟熏 鹿肉肝终于大功告成 克雷严格要求自己定量分配 有了这些储备粮 他才有更多时间抓野鲫鱼 毕竟在这场挨乐挑战中 脂肪是关键 带着路亚肝和超网来到岸边 希望野鲫鱼们能给个机会 不知不觉顶着色色寒风 占了两个多钟 结果连条咬勾的也没有 一直吃素特雷沙也扛不住了 用木头做浮飘 制作一套抓鱼陷阱 趁着阳光明媚风平浪静 脱下干燥外套 穿好救生衣带上卫星电话 热完身 带着飙升的肾上线素出了法 湖水冰凉刺骨 等好不容易抵达投放位置 偏偏这时脚又不幸被缠住 玩归玩闹归闹 吓得特雷沙借助木头福利赶紧返航 等上岸两腿已红到发子 穿好衣物围着火炉取取暖 这下可好了 不仅陷阱没布置成 还消耗几万卡能量 然而祸不担心 取暖时又不小心把腿烧伤 时间来到第32天 即便缺吃少喝 比克的营地还是吸引来了老鼠 溜带一圈没找到食物就对衣服下手 随着饥饿入侵大脑 他的思维和行动出现明显下降 而鱼中的欧米加脂肪酸 是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克决定抓两条给自己补补 沿被白雪覆盖的陡坡往下 突然一个亮墙 不得不说在荒野连走路都得冒着风险 带着线轮来岸边开启路亚调 眼下植物被掩埋吃素已经行不通 只有钓鱼和喝热水尽可能的减小能量消耗 赛前比克增重20公斤 相比其他参赛者他有45公斤脂肪的优势 就这样在一生生陶醉的歌声中 也基于毫无悬念的没有一条咬钩 转眼夜幕降临 杰瑞的激积喳喳声再次传来 比克二话不说手持狼牙棒 再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对方还以为自己是软柿子谁都能念 时间来到第三十三天 尽管坐拥陆肉克雷也没有飘 趁天气还不错 带着吊具来岸边抓野际语 要知道在缺少其他营养物质的情况下 过度摄入蛋白质只会给肝脏带来损害 和干巴巴的鹿肉干香米 还是鲜美多汁的鱼肉香 正当他幻想大口吃肉大口喝汤时 一转头我的乖乖 只见一头灰熊正晃晃悠悠朝他走来 面对四五百斤的庞然大悟克雷没有丝毫胜算 二话不说冲向降狗 拿出毕生所学爬上了参天大树 而熊瞎子还在悠闲散着补 突然传来的树叉折断声让他愣了两秒 开始还不以为意 直到第二次出现 吓得灰熊头也不回地把腿就跑 关于两脚兽的厉害已经刻在他们DNA里 这才让克雷逃过一劫 平复好飙升的肾上腺素 不庆幸捡回小命 他竟顺着足迹进行追踪 说不定能找到熊瞎子没吃完的残羹圣饭 一路来到降狗 越往前他越觉得熟悉 抬头一看好家伙 距离二十米开外就是克雷的营地 连小溪边的江果地窖都清晰可见灰熊脚印 看来对方是早已盯上了自己 镜头来到特蕾沙这边 为恢复体温一不小心烧伤膝盖 担心爆开的水泡受到感染 用窗壳贴保护起来 拿鱼勾坐针把烧破位置进行缝合 忙完出门检查夜吊绳 是他打破吃素局面的唯一依靠 结果也寄于没抓到 冰茬子倒是结了厚厚一层 挨饿就算了 厄运还专挑苦命远 鱼线又不幸地缠到一起 拼了半条命设置的捕鱼陷阱 半条鱼没抓到就罢了弓 这种努力看不到希望的滋味 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时间来到第35天 夜白兔的出现 让罗斯看到坚持下去的希望 但光一条还远远不够 接着出门查看陷阱 长期缩衣结石 让他的体重下降了20% 半到一个山猫脚印引起他的注意 要知道那群家伙以夜白兔为食 突然多位竞争对手 让罗斯有种不好的预感 来到射陷阱位置 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山猫脚印 难不成刚燃起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船池又欲打头风 等站起身两眼昏花天旋地转 偏偏这时脚下又传来一股刺痛 罗斯不敢怠慢回到营地 一检查大事不妙 大拇指不知何时被动的法子 摸了摸鞋袜都保持着干燥 想必是身体为保护重要器官 限制了血液流向四肢所导致 但同时也与营养不良脱不了干系 相比其他选手三天恶酒顿 克雷就像来荒野度假的 用原木做个简易边框 把揉制好的鹿皮用散绳固定 不多是一把瘦皮糖一杯加工出来 一边喝着正宗拿铁 欣赏着周围秀丽学景 要是在搭配着新鲜出炉的烤羊腿 那生活水平比上流社会还奢明 正当他沉醉其中是附近突然传来动静 根据他猎人的经验想必是蛋白质鹿 带上弓箭顺着声音方向一路追踪 来到岸边两侧空空如也 克雷这才意识到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赶忙吊头朝储藏室走去 半道传来他惊讶的Oh my god 悄悄走到一棵大树下 下一秒就见一道黑鹰闪现逃窜 好家伙 没猜错应该是头灰熊 克雷吓得血压直升小脸战红 不停地召唤王德发 碧人异熊距离不到六米 仅仅一个照面 他就要和美丽的世界说拜拜 好在熊瞎子对两脚兽比较畏惧 想都没想撒鸭子就跑 为彰显他猎人的气势一路追到灰熊老巢 劝对方以后没事别下溜达 事后回营地烧锅热水 回想刚才的惊险萤幕 克雷这才打心底的认识有多可怕 时间来到第36天 长时间吃素特雷杀的身体也扛不住 捕鱼虽都以失败告终 但也不能因这点挫折放弃生存的信念 沿岸往前 准备寻找一块捕鱼圣地 这是旁边的水位线引起他的注意 受大气压和风的影响 走着走着 一条铺接的白鱼让特雷杀发现了 好家伙送上门的蛋白质不要白不要 二话没说捡起洗了洗 放在树皮托盘里 闻了闻没有丝毫变质的味道 从身上的爪印不难猜出是某种非情留下的 享受到白嫖的快乐 得寸进尺的祈祷老天爷能否再送一条 结果话音刚落 就看见旁边飘着也寄予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费尽心思都抓不到的卡路里 出门散个步的功夫轻松收获两条 按道理说在不明死因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冒险嘎冬粹 但对于求生状态的特雷杀来说 横竖都没有好下场 他宁愿做个饱死鬼 清理干净盖回岸边的户外厨房 小伙烹煮三七二十一分钟 随着香味传遍营地 必品尝好家伙 正是期待已久的鱼肉味 鲜嫩多汁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时间来到第37天 气温降到零下14度 罗斯艰难熬过一个漫长寒夜 接到通知今天将迎来一场体检 兔肉汤被他挂在了失误开外的高高大树上 前所未有的虚弱 没走几步心脏直砰砰砰的乱跳 大口喘着粗气 耳朵听不到声音位里还传来阵痛 出门走得急又忘了带通讯包 万一出岔子想喊救命都来不及 本想起身返回两眼一黑冒着漫天烦心 由于没收到罗斯的确认消息 节目组第一时间驾驶着游艇飞速赶来 上岸带着大包小包直奔营地 只见罗斯已在窝棚等待着 了解完症状 对冻伤位置做一番检测 接着两人来屋外说起悄悄话 按理说这种情况都没有好结果 商量完 罗斯也毫无悬念收到了退赛通知 毕竟光靠三天恶酒顿身体根本无法自愈 事到如今他也不敢拿小命开玩笑 在两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艰难乘上游艇火速离场 时间来到第38天 场上剩下4名选手 屋外下大雪比克的屋内下小雪 刺骨寒风把他冻得瑟瑟发动 想到大部分是通过墙缝钻到屋内 来屋外耗些苔藓 把透光的位置堵得严丝合缝 这里又冷还食物短缺 能坚持到现在他挨饿的意志远超常人 大功告成点燃炉火 整个窝棚立马有了家的温暖 时间来到第39天 本以为雪天能开启狩猎模式 科尔特没想到连个动物脚印也没看到 失望透顶只好继续对野基于下手 来到岸边 水中赫然飘着一只扑街的老鸟 挨饿这么久终于时来运转 是他来荒野收获的第一顿红肉 迫不及待拔光鸡毛 好家伙只见肚子里长满了寄生虫 难怪这么好运原来暗藏玄机 管他三七二十一 清理干净后带回营地 安全起见最好煮至沸腾五分钟 加入牛肝菌 就是一顿正宗的小鸡炖蘑菇 半个钟香味传遍窝棚 尝了尝正二八斤的鸡肉味 好吃到直达天灵钙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时间来到第40天 穿上厚厚的外套 特雷莎又开始了一天的采集工作 别看整天吃素体重 却只下降18% 相比碳水 消化蛋白质所需的能量反而更多 每天半罐草根和浆果 就能为他提供1500卡能量 当然光吃素也不行 要想长期生存 必须做到荤素搭配 上次在清理鱼儿内脏时 发现不少小鱼小虾跑来觅食 这一现象激发出他做陷阱的念头 左边边右边边加工出一套地龙陷阱 带到岸边进行投放 利用之前安装液钓绳预留的锚点 操作原理和滑轮大同小异 半道不慎卡住 特雷莎大力出奇迹崩的一声绳子当场断了 站在原地愣了两秒 就这样放弃不符合他的风格 拖下饱暖衣物二话不说走到湖里 检查才发现绳子绕到了一起 解开后重新捞回岸上 更换好配重强忍着刺骨的寒冷 再次朝接近冰点的水下走去 看着远处茫茫雪山 光是想想就让人忍不住颤抖 只希望辛苦付出能换来条10公斤的也寄予 镜头来到比克这边 这段时间他也没闲着 发挥强大编织技能加工一张刺网 想到第45天就能投放 他又看到了坚持下去的希望 忙完顺便做把汤勺 倒是好用来大口喝汤大口吃肉 不知不觉来到第44天 千古万判终于到了下刺网的关键时刻 科尔特是干劲十足 相比其他选手 他的优势在于能把刺网投放到深水去 拿出毕生所学精心编织 用木头做浮漂均匀绑在伞绳上 等大公告成天也黑了 时间来到第45天凌晨 半夜狂风大作把科尔特吵醒 想到岸边的木筏正被风浪席卷 他二话不说壮的胆子起床查看 要是半路杀出个熊瞎子这辈子也算到头了 提心吊胆抵达岸边 好家伙幸亏赶得及时 再玩几分钟固定筏子的绳子全部崩断 天亮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比克带着工具来到屋外 准备挑根适合的圆木用来投放刺网 锯子刚拉动两下 就感到力不从心的疲惫 距离上次补充蛋白质已过去26天 强大的挨勒技能得也看了都得直呼内行 接着扛起圆木朝湖边走去 中途经过一个长下坡 不想玩独子比克打着12分警惕 将刺网绑在顶端 下方再拴几块石头配中 也不找块深水区直接搁浅在就近的岸边 这要是能抓到也寄予 他也不至于三天恶酒顿 镜头来到科尔特这边 出发前稍过热水暖暖身体 看着躯黑的老脸 如果不是戴着眼镜差点以为是眼 顾不了那么多 来湖边对木筏进行加固 受昨晚风浪影响续更换几根类材 三下午除二必成号重返巅峰状态 事不宜迟朝深水区滑去 挑个鱼儿聚集的风水宝地撒下刺网 能否扭转挨饿的局面就在此一举 另一边克雷也没有闲着 采集些苔藓把窝棚缝填补起来 出门设置刺网前进行每天的射箭操练 正是这些年的积累 他才能抓住每一个狩猎机会 随后扛着原木来到码头 为将刺网投到深水区 克雷计划用三脚架做一套滑轮系统 利用笋卯连接 快速将架子高高支起 就在准备嵌入铁环时惊喜出现了 只见一只丘沙鸭正在岸边觅食 克雷赶忙架好箭矢 小样却不知大难已经临头 拉开满弓耐心瞄准 放手就是一只穿云剑 谁料丘沙鸭纵身一跃轻松躲过 等想再次进攻 盗嘴的鸭子直接腾空而起 怪就怪他将准心下移了两公分 抓不到丑小鸭就过来继续布置刺网 将绳子穿过三脚架铁圈 与锚点伏木上的绳子连接形成闭环 利用两个铁环就实现一套简单的滑轮系统 随着拉扯能轻松把网投放到深水区 时间来到第46天 一整天都在狂风大作 特雷莎出门检查地龙陷阱 自从尝到鱼肉尾 饥渴的感觉再也挥之不去 怀揣着希望来到地方 只见他满脸写着难以置信 镜头一转 地龙被浪花毫不留情地搁浅到岸上 连接锚点的绳子铁环全遭破坏 在捕鱼这件事他投入大量时间精力 结果一次比一次让人失望 回营地主锅三鲜汤 不出意外未来就只剩吃素这一条路 时间来到第47天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到了比克检查刺网的时刻 带着打野装来到岸边 湖水清澈见底 不用打捞就肉眼可见的连根羽毛也没有 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失望 令比克的灵魂和肉体受到不小打击 然而即便如此 他也不想放弃能够改变命运的点赞 吃肉行不通就把吃素发挥到极致 来到赖以生存的洋葱底 随着冬季到来他们开始凋零 害怕连草都没得吃 保险起见比克采集一些回营地 移栽到精心打造的菜园里 并成为荒野独居守卫仲彩为生的选手 想法是不错 怕只怕中到天荒地牢也不够填牙缝的 时间来到第49天 相比其他参赛者 科尔特所处的位置就是补育圣地 不仅风浪小 他还特意打造了碧城号 势不宜吃划着出发检查次网 随着回收绳子 只见碧蓝湖水出现一亩白色 等浮出水面我的乖乖 一条五六斤的白鱼重招了 刚把第一条捞上岸 第二条的身影紧随气候 苦尽甘来的滋味 让科尔特忍不住大呼小叫 这份喜悦之情 只有经历了三天饿九顿才能体会 瞧瞧这份量 一条留着当储备凉 一条大卸八块放锅里烹煮 搭配牛肝菌就是妥妥的荒野盛宴 时间来到第50天 吃腻了鹿肉肝克雷又打起碳水的主意 来降狗找点松龙补一补 刚跋涉两步简直是想啥来啥 别看松龙闻起来有股臭袜子味 但顶不住吃起来香 价格更是超过了养肚菌 不知不觉收集满满一斗 有了佩蔡克雷再次过来检查捕育情况 拉动绳子回收刺网 一如既往的连羽毛也没有 三番五次扑了空 让他炙热的心比零下五十的北极还沿海 时间来到第55天 气温降到零下九度 让比克最开心的就是每天对陷阱例行检查 所以36天没有摄入蛋白质 那种满怀期待的惊喜让他欲罢不能 来到岸边发现不少地方开始结冰 等看向刺网我的乖乖 连根毛也没有 开局到现在体重下降34公斤 挨饿到无所谓 主要担心瘦得太快被强制劝退 为减少能量流失 比克依靠炉火进行物理饱满 舒服得忘乎所以一不小心又把袜子烧破 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 在饥寒交迫的荒野也会酿成大火 时间来到第56天 自从开启刺网模式科尔特就舒服了 靠抓也基于实现蛋白质自由 住在温暖窝棚里 做几枚头子打发漫长且无聊的时间 直到中午气温回升他才出门例行检查 抵达岸边 离老远科尔特就发现不对劲 走到跟前好家伙 有意的小船说沉就沉了 没有法子等待他的只有退赛这一条路 不确定能否挽回 但也要试试才知道 趴树装上小心翼翼魔洞 用屠龙割断绳子 再使着九牛二虎之力往岸边拖 捞起仔细检查谢天谢地 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碍 只需更换几根类才就能恢复如初 接二连三碰壁 足以证明这里的环境有多恶劣 时间来到第57天 即便有鹿肉加持 克雷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虚弱 想维持目前体重抓鱼是唯一出路 连续大风让他的尼龙渔网受到不小影响 乌漏偏逢连夜雨 打捞时又发现绳子缠绕到一起 随着刺网浮出水面 好家伙原来室友也基于重招了 使着吃奶的净给拖上岸 瞧瞧这份量有两斤半左右 但坏消息是华伦系统被破坏 考虑鱼货也不理想就趁机换个位置 来岸边挑根没人要的原木 斜靠在巨石上做楼梯 找来石头做锚点 用固定有铁圈的枯木做浮漂 将二者绑在一起狠狠地砸向深水区 接着搬来三脚架和刺网 希望吃鱼的执念能感动狐神 历时将近60天 科尔特终于洗了洗去黑的老脸 又到了检查劳动成果的时候 拔着毕尘号朝深水区进发 他的目标也不高 再来两条10公斤的就满足了 抵达位置回收鱼线 沉甸甸的手感 不出所料的油也基于上钩 激动的科尔特眼泪差点从嘴角流出 回岸上颠凉试了试 分量虽比不上野鲨鱼 但也是一顿妥妥的荒野盛宴 很快夜幕降临 切下一块放锅中加水烹煮 一个多钟鲜美的鱼汤出炉 尝上一口肉质瘦而不柴 味道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绝了 时间来到第59天 将薔薇果和熊果混合 特蕾莎熬制一锅富含碳水的营养早餐 吃个八成宝出门例行采集工作 短短几天就已经饿到皮包骨状态 要想维持当前体重 每天需摄入2000卡路里 脂肪和食物即将消耗殆尽 速手无测时刚好路过一片浆果地 再不采摘过几天将全部凋零 为了不浪费统统打包带走 想到即将迎来的体检 特蕾莎就忧心忡忡 如果被强制劝退 所有的挨饿都将功亏一篑 时间来到第60天 那人一旦吃饱了指定不会闲着 科尔特收集大量枯木回营地 不出意外足够他挥霍30天了 忙完继续把编织技能发扬光大 仅仅是一条鱼的能量 就给他换来一个月干柴和一张新刺网 如果双网齐下还不得过上度假生活 想到这他干劲十足 直至伸手不见五指才大功道成 隔天天亮 满怀期待来到岸边 即便下着鹅毛大雪 也阻挡不了他吃肉的心 来到深水去把新网头放下去 出门一趟也不容易 顺带检查旧网里有没有野鸡鱼 不料竟连蛋白质毛也没有 看来受天气影响 鱼儿都跑到了更深的水域过冬 时间来到第62天 本想出门检查次网 当听到哗啦啦的浪花声 克雷觉得还是狩猎松鸡靠谱一些 带着打野装出门溜达 刚走两步就看到地上的每周是奥利给 根据规定参赛者可以对其下手 要是能抓一头他克雷拿下南部腕 根本不在话下 与狩猎小鹿不同 刀着加工出个诱不口哨 通过模拟冰临死亡的兔子叫声 从而吸引每周诗上钩 隔天凌晨五点克雷早早起床实施计划 如果成功不仅能拿下50万 还是他作为猎人一生的荣耀 正当满怀期待之时 营地出现了新鲜的灰熊脚印 好家伙顿时给他吓得浑身炸汗即被发凉 想不到这个结果眼熊瞎子还没有冬眠 狩猎先放到一边 过来检查鹿肉干有没有被偷吃 时间来到第64天 从笔克放下家庭事业来荒野挨饿的那刻 他就已经没有了回头目 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野鲫鱼上 然而结果一次次的空空如鱼 与其这样耗下去 不如死马当作活马医换个位置 说完从冬边搬到20米外的溪面 有没有鱼不知道 至少下次检查又能满怀期待 爬完坡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再步补充能量连呼吸都困难 于是来菜园收割半月前栽种的野洋葱 带到厨房加水烹煮 这点分量应该足够他称义中 时间来到第66天 有气无力地从睡梦中醒来 半条命都快没了 笔克还不死心 出门对陷阱例行检查 本以为又是挨饿的一天 谁料树桩上躺得条帮硬的白鱼 估计是后勤组看他可怜偷偷送了一条 迫不及待刮干净鱼鳞 别看分量不到10公斤 却能让他士气大着 油盐酱醋一样没有 搭配野洋葱爆炒的外黑里焦 我的乖乖正宗的烤鱼味 不知比牛肉好吃几十倍 到了淡尽粮绝的关键时刻 科尔特划着小船来湖上检查劳动成果 想赶在明天体检前好好补一顿 等捞起一看大事不妙 两张刺网都比他脸还干净 无形的压力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 时间来到第67天凌晨 对食物的幻想让他一整夜辗转反侧 半睡半醒不知不觉已经天亮 到了选手们提心吊胆的体检 节目组的小游艇飞速驶来 四人都在默默祈祷不要被强制劝腿 随着抗暗一行人拧着大包小包 抵达营地二话不说 对体重血压心率就是一番检测 拿到数据几人开始商量 选手们的心也跟着提到嗓子眼 画面一转 万万没想到的是科尔特优先惨遭劝腿 理由是心血管已承受巨大压力 继续坚持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 想到刚开启度假模式就被命运当头一棒 这种滋味简直比嘎了还难受 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把头扬起45度 对于这场挨饿挑战 科尔特已经做到近人视听天命 怪只怪当初过于追求完美浪费不少能量 带好行李登上小艇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来到第68天 场上剩下三名选手 随着最后一块鹿肉干吃完 克雷也到了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 眼下他能指望的只有刺网 来岸边进行每天的例行检查 受大风和冷空气影响 让他的捕鱼事业接二连三碰比 把原木捞起一看 羽毛没抓到刺网又纠缠到一起 想到生产力和耗费的卡路里完全不成证明 克雷连拯救的心思也没有 有着功夫不如用在陷阱和狩猎上 任由屋外大雪纷飞 克雷沙躲在窝棚温暖如春 60多天全靠吃素苦撑 强大的挨勒技能得也看了都直呼内好 闲着也是闲着 好些甘草做个扫把打个时间 左边边右边边 搞定后别说还挺精致 来屋外试试效果 清理门口的积血完全没有问题 严重营养不良刚动两下就疲惫不堪 钻回窝棚这时炉火又熄灭了 见燃料不足 又不得不拖着疲惫身体出门捡些木柴 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收集过程中好家伙 一排小鹿脚印让特伟沙发现了 如果把握得住拿下南部万一如反掌 可惜狩猎他并不擅长 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餐插肩而过 虽然比克也没好到哪去 但也阻挡不了他赢得冠军的心 相信在食物如此匮乏的环境下 能像第五季一样靠脂肪熬走其他选手 来岸边例行检查次网 瞧瞧这水准 长潮时能抓鱼退潮后能补鸟 只可惜一如既往的连根毛也没有 其实有没有食物比克已经叹胆 只要挨饿的意志没垮就行 真到了走投无路的那刻 他还有树皮撑一撑 不过能抓鱼自然是最后 时间来到第69天 如今江国被白雪覆盖 也寄鱼又跑到深水区过冬 特雷莎只能待在窝棚消磨时间 烧过热水把衣服洗洗 哥平时大气都不带喘的芝麻小事 现在却把他累得疲惫不堪 正准备躺下休息 又传来了节目组的体检通知 约好的明天却突然提前 让特雷莎幻想全场会不会只剩他一人 很快游艇靠岸 一行人二话不说对各项指标开始检测 拿到数据凑起来认真分析 提醒特雷莎如果不想造成永久性伤害 建议立刻马上退出本场挑战 不如其来的晴天霹雳 刚才有多期待现在就有多失望 关于身体状态他是比谁都清楚 考虑不能拿小命开玩笑 他也不再强求 收拾好行李火速退出了挑战 带着改变一家人命运的信念 比克宁愿挨饿也没想过退赛 眼看即将达到皮包补状态 万般无奈只好对松树皮下手 据说其韧皮不富含可消化的糖纤维和淀粉 用斧子小心玻璃争取不碰到里面木桶 足够填饱肚子带到厨房 加水烹煮三七二十一分钟 打开锅盖一道营养鲜汤出了炉 必品尝我的乖乖 味道比他想象的还要难以下咽 再吃下去还会控制不住的喷涌而出 补育无望克雷也没有放弃吃肉 用铁丝早早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随着裤腰带一天比一天紧 耗下去他肯定不是比克的对手 带着弓箭出门检查 希望老天爷赏饭吃给挂一只野白兔 途中看见不少动物脚印 来到第一处位置 陷阱完好无损连根毛也没有 之后查看好几处都空空如也 就在不抱希望时奇迹却出现了 只见隐秘灌木丛里躺着一只白血兔 他的出现对克雷来说无疑是雪中送坛 然而那人一旦走运挡都挡不住 第二条不出意外的接踵而至 利用好了很有可能价值百万 激动的克雷把野白兔八倍祖宗都感谢一遍 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回营地烹饪一道麻辣兔头 轻轻一掰皮开肉烂 几口下肚满满的兔肉味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烈碗克雷正在窝棚呼呼大睡 硬是被屋外的嘈杂声吵醒 带着满腔的起床器推门查看 手电锁到之处我的乖乖 只见一头鱼雕正在偷吃残羹剩饭 胆大包天竟然敢在猎人的地盘撒野 心想要不是受挑战规则限制 高低也要给他安排一下 时间来到第70天 不吃树皮汤还好 吃完比克的胃里翻江倒海 为减缓症状他决定出门找点卡路里 截至目前体重下降了81斤 先不说求生实力如何 挨饿的意志可谓是相当惊人 走着走着 又一片野洋葱地让比克发现了 对此刻的他来说这就是救命稻草 采集得满满当当 回营地放锅盖上大火爆炒 很快香味扑面来 比克一边喝汤一边吃菜 感受能量一点点的注入身体 另一边克雷的裤腰带是越勒越紧 穿好保暖衣物 继续出门检查补兔陷阱 跋涉途中 壁牌新鲜脚印引起克雷的注意 根据经验判断是鱼雕留下的 那群家伙攻击力强 发起镖来能干掉蛇狸和豪猪 来到位置好家伙 旁边赫然印着清晰的鱼雕足迹 食物本就不多 又多出一位竞争对手 让克雷顿感压力 再往前是怕啥来啥 只见雪地上出现一抹红色 不用想都知道是到手的野白兔 让对方雕走 想到这他就怒气直飙升 觉得有必要告诉那畜宠 而为何这样红 时间来到第71天 到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而比克只能在冷清的荒野 忍受孤独与饥饿 唯一能冲击的就只有多喝热水 走着走着脚下一滑 一不小心给地球砸个坑 好在皮糙肉后没有什么大碍 接着来湖边打点正宗鱼汤 浓度虽不高 但多少也富含些蛋白质 来的时候好好的 返回爬个坡又让比克如临大敌 不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心脏还突突突地加速乱跳 显然是长期忍急癌恶引起的心境 本想进窝棚歇息片刻 脑袋瓜又昏昏沉沉 难过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击溃 比克坚持的意志 如今工作没了双胞胎 孩子即将出生 让他根本没有退路可言 另一边的克雷也不由的情绪祸 23年每个重要节日 都陪在家人身边 如今天各一方让他满是负罪感 越想越不是滋味 拿出久久不敢多看的全家福 不看还好 看完更控制不住私家的浪潮 甚至打心底里 做好了离场的准备 时间来到第73天 节目组的小游挺从湖面几尺 想必又有人坚持不住了 靠暗一行人浩浩荡荡直蹦营地 画面一转是比克选择了放弃 星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身体每天像垮了一样力不从心 赚钱固然重要 但如果小命没了实在不划算 看似失败 却让他磨练出远超常人的意志 并顺利减肥也不至于太亏 相信凭借自身能力 照样可以养活家人 时间来到第74天 全场剩下克雷一人 沐浴在冬日下 暖哄哄的感觉别体有多舒服 连计划本是出门钓鱼 中途突然接到节目组的体检通知 搬出小板凳喝着卡布奇诺静静静等待 此时的他心态无比平和 试去试流都似乎不重要 很快一行人大包小包赶到营地 废话也不多说 上前就是对身体指标进行检测 从长满健子肉的肚皮来看即将达到极限 面对医疗人员的询问 克雷表示能坚持多久 全看能抓多少松鸡可以摆脱 就在以为要被劝退之时 等来的竟是南博万三的子 愣了一下眼眶瞬间湿润 不难看出这一路走来充满艰辛 突然的苦境甘来 让他感觉周围一切都不真实 迫不及待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 也让克雷无论是技能还是意志力 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背上几十公斤行李 乘坐直升机顺利完成了本场挑战